我见两个人的交情非常的深厚 就算已经放了180张椅子 还是不够做 超过300多位法人 瞬间击报会议室 从走到一路蔓延到路口处 到处都是人 因为神机股王浩鼎解盲 竟然跌破眼镜 没达标 不是没有过关 就是解盲对我们原来设定的标准 没有达标 不是说解盲以后没有临床的疗效 对我们全球的进展 是完全没有负面的影响 其实非常正面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也尽快的 和卫福部还有FDA 以及CDE都有沟通了 让董事长张念慈 只能不厌其烦解释再解释 因为20号股价已经率先反应 就在市场一片错愕声中 号顶一开盘就直接被打入跌停锁死 收在613元 还有近2万张等着卖 市场预估恐怕还有得跌 如果说万一我们的股民 我们说不清楚的话 股价如果说还继续往下走 我们也准备个人会出来护盘 所以就是姻总裁的部分 还有我的部分 甚至直接请出王牌 因为据了解监盲结果虽然没达标 不过大股东银眼梁 已经在第一时间表达力挺决心 强调有信心也绝不卖股 企图稳均心 要让新要开发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在新闻采访无可言台北采访报道